我攻略任务失败即将被系统抹杀时 还在筹备婚礼的柳如烟总算想起我的存在 匆忙的来到别墅找我 秦牧远知道错了吗 保姆面露哀妻 先生他已经死了 可他还是不信 直到婚礼当天看不到我的身影 他发了风势的找我 可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攻略任务失败前 我不死心的给柳如烟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你一定要嫁陈思君吗 那边很快的就回了消息 你要再敢胡搅蛮缠 我们连兄妹都做不成了 不用猜也知道柳如烟打字时是皱着眉的 眉宇间透出不耐 我心如死灰 任命的把手机放在一边等待死亡 我眼睁睁看着头顶的倒计时 从时开始一直变为零 系统的机械声在我脑海中响起 攻略柳如烟失败 宿主即将被抹杀 话落我便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的魂魄 正被一点一点的从这具身体里玻璃出来 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比当初被人鞭打折磨时还要煎熬百倍千倍 我使劲的咬着牙 还是有痛苦的闷哼从我唇齿间泄露 这一世的经历走马观花一般的在我眼前浮现 我是小说里的恶毒配角 拿的却是攻略柳如烟的剧本 为了更好的和她培养感情 我选择穿成她的青梅竹马 前十八年我俩都形影不已 关系甚命 柳如烟会在我发烧时连夜陪护在我身边 会坐一天一夜的飞机大老远从国外跑回来 只为说上一句我想见你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们会是板上钉钉的影子 包括我自己 直到男主陈思军的出现 我才深刻懂得什么叫做竹马迪不过天降 在我二十岁的生日宴上我和他表白 不出意外的他拒绝了我 把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囊括为一句 木远 我只把你当哥哥 从那以后我恶毒配角的人设觉醒 开始对他死缠烂打 也从旁观者的角度目睹了他和陈思军 离离合合的五年 到如今终于修成正果 故攻略柳如烟就被死 同时我也是真心的喜欢他 当时的我不信邪 不相信十八年的感情 抵不过惊鸿一瞥 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 且错的离谱 荒唐 巨大的撕扯感消散过后 我的身体开始变得轻盈 不再距离于一具肉身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立即消失 而是被一股奇怪的力量 牵引着来到了柳如烟的公司 身着西装的他浑身 都透着一股精英气质 说起来挺可笑的 他身上的那套西装 是我亲手给他材质的 大学我学的是服装设计 那时的我满心满眼都是柳如烟 天真的说以后 每年生日我都要送你一套 量身定制的西装 让你成为我品牌的代言人 他当时也答应了要投资我 让我的品牌走向国际 我遵守了承诺 他却食言了 陈先生打电话过来 约您去拍婚纱照 柳如烟的特助询问 进来告知他 我知道了 柳如烟应声便将一张照片 倒扣在桌面上 沉默的起身 他离开时我也被迫地跟着离开 看他和陈思军言笑艳艳地 拍完了一整套婚纱照 回城时柳如烟 破天荒地没有送陈思军回家 车厢里的气氛莫名地沉重 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柳如烟眉头紧锁若有所思 似乎有什么难题困扰到他了 两久他突兀地开口 秦牧远呢 他今天在做什么 往常的我就像的年人精 每天都会给他打无数个电话 发无数条短信 就算他不理我 我也会想方设法地 从询问那里得知他的行踪 然而这次询问也只是平静道 今天秦先生一天都没有找过我 文言柳如烟眉头狠狠地一米翻出手机 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还停留在昨天的页面 你一定要嫁给陈思军吗 你要再赶胡搅满缠 我们连兄妹都做不成了 他皱着梅诗恩一般地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在哪儿 换作往常我一定欢心雀跃地和他唠叨 一秒都不想让他多等 可是这次等了十分钟都没等来任何恢复 柳如烟也终于意识到了异常之处 吩咐询问去常德轩 常德轩这座别墅是柳如烟送给我的成年礼物 我一直住在这里不肯办 就连保姆也是他替我安排的 柳如烟倒是别墅安静的吓人 只有保姆一人在客厅里漫无目的地忙碌着 柳如烟漫不经心地整理着袖扣并吩咐保姆 让秦牧远下来见我 听到我的名字保姆呆滞的表情军烈 露出让人难以看懂的悲戏 他哀怨地看了一眼柳如烟 缓缓地吐出一句话 先生他已经死了 柳如烟先是一愣而后面色淡漠吃笑一声 这又是他使的什么新手段 我虽然任性顽劣 却也不会拿生死开玩笑 可他对我的信任淡薄至此 居然连求证都不肯 柳如烟笃定了我是在闹脾气 走之前还让保姆转告我 我的婚礼让他不要来了 辞君不喜欢 我看着也碍眼 保姆眸色微动 偏向柳如烟的目光中 染着同情和些微恨意 柳如烟在我的别墅里停留的时间 总共十分钟不到 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他烦躁的上车 询问看他身后空无一人还愣了下 秦先生没有下来见你吗 毕竟从前的我一秒都不想让他多等 抛开攻略仪式来看 原来我还是个恬不知识的纠缠于他的田狗 秦牧远 你死的不冤枉 柳如烟眉心一致 而后情绪中更烦闷 以后不许再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 询问欲言又止 看了眼满是不耐烦的柳如烟 终究是将那些劝解的说辞全部吞了回去 我就坐在后座柳如烟的旁边 他似乎心情很烦乱 让柳如烟开车绕着整座城市转了好几局 薄唇微敏成一条直线 手里紧攥着手机不时的低头看一眼 可手机始终黑屏 不曾亮起 我不知道他在期盼什么 还在期盼我能给他打来一个电话或是一条短信吗 我想起来了 柳如烟曾经说过我就是他的一颗定心丸 有我在的地方他才安心 他有一次在陈思军那里吃了瘪 喝醉酒半夜跑到我那里发疯 紧紧的勒住我 这是我离攻略柳如烟成功最近的一次 只要我和他发生关系 逼着柳如烟古板的性格 不可能不对我负责 可我不想用这种龌龙的手段把他锁在我身边 想堂堂正正的站在面前 于是我总在他颓废沮举丧的时候出现 我见过他无数次狼狈不堪的样子 却无法在他志得一满师与他共享龙光 他和陈思军纠缠不清的五年中两人相爱相杀 每一次成功都孩子气的跑到他身边 骄傲的昂了昂下把挑衅他 陈思军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陈思军气急败坏红了眼眶 柳如烟又手忙脚乱的朝他陪不适 哄他开心 而我就站在不远处失神的望着眼前这刺眼的一幕 整整五年 数不清这样的场景我经历过多少次 我想不放弃 可每当我生出放弃的念头时 系统都会在我脑海里发出刺耳的抹杀警告 晨光细微 眼处雾蓝色的天空渐渐的泛起雨堵白 去日从那里挣扎而出 柳如烟等了我一夜 终究是没有等到我的试软 合了合谋冷声道 去公司 是 抵达公司以后柳如烟烟烦躁的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视线一转忽然落到办公桌上倒扣的那张照片上 昨天时间匆忙 我到底没看清照片上的人是谁 是陈思军吗 这几天两人同进同出 都思念到需要独无私人的地步了吗 这五年来他和陈思军相爱相杀 可和他形影不离的人还是我 我二十岁生日前陈思军跑到我面前语气肯定的说 秦牧远 最后得到柳如烟的人会数 我一乱 并不把他类似于宣战的话放在心上 怎么会呢 我和柳如烟感情深厚 我的生日宴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声势浩大 于是我们打了赌 我在生日宴上和柳如烟表白 我喜欢你 全场轰动都在鼓掌起哄 在一起在一起 我期待而忐忑地等待着他的答复 柳如烟却是犹豫地望向人群中 最后略微无奈地给我答复 牧远 我只把你当成自己的哥哥 如果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 我向你道歉 刹那间众人或朝霍金的目光破碎成千万片粒 狠狠地扎向我的心脏 杀人无形 我抢笑了下 不知该如何挽救眼前这荒唐的局面 连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两情相悦 没想到是自找难看的一厢情愿 偏偏陈思君还要走上台 走到柳如烟身边与他并肩而立 双手抱胸轻烈地看了我一眼说 秦牧远 我说过的吧 柳如烟不喜欢你 是你要自讨苦吃的 柳如烟扭头和他吵了起来 指责他的一意孤心 却忘了我还处于尴尬的局面中 陈先生来了 徐温冷静的声音在空旷寂静的小姐伴里响起 惊醒了同时沉浸在回忆中的两人 先让他外面等着 柳如烟面无表情的汗手 转身走进休息室里 休息室里打造了一个偌大的十一间 里面挂满了各种风格的衣服 全是我细心的搭配的 就是为了让他以备不时之虚 如今他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衣服中 精挑细血 却是为了和其他男人约会 好可笑啊 我做了那么多都没能撬开他心中的那把锁 反而直接给别人做了嫁衣 真真地是满指荒唐 一把心酸 本该在外间等待的陈思军 擅自地进入办公室 还拿起了桌上的照片 柳如烟出来看到的时候怒不可恶 急言立色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的 这突如其来的怒气让人不知所措 陈思军愣了一秒后反应过来心事问罪 好啊柳如烟 你马上都要和我结婚了 你还私藏另外一个男人的照片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男人的照片 居然不是陈思军的 听到这话的我顿时乐不吭直 捂着肚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原来柳如烟玩得这么花呀 不过也好 让陈思军也尝尝我曾经的鼓出 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 最后不欢而散 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满地狼藉 还有柳如烟的孤身寄疗 他弯腰拾起地上的那张照片 我好奇地凑过去 想知道被柳如烟藏在心中的男人是谁 就连陈思军都输了 可是他刻意地用手盖着照片 护得死死的 我压根看不见 我泄气 转念一想又释然了 此人哪里管得了活人的事 更何况我马上就要消失了 这时坐机的灵响 打破了小姐办理的意识寂静 柳如烟寻声望去 目光落到办公桌上的那个老式坐机上 唇角微微地勾起 刻意地多等了一阵子 在电话快要挂断的时候 才不慌不忙地拿起听筒 为了一声 那边传来保姆平静 麻木的声音 小姐 先生的葬礼该如何置办 柳如烟没有听到期望中的声音 浓眉依旧不耐烦道 秦牧远装死还装上瘾了吗 你告诉他 这种低劣的手段骗不过我 我也不会因此取消婚礼的 对面安静了许久 久到柳如烟以为电话 已经被人挂断的时候 保姆的声音悠悠地响起 语气里多了几分沉重的悲伤 先生 先生已经死了一天了 小事 原来我的生死在他心中如此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啊 我也没想到 自己的后世会办得如此潦草 直接拖出去烧了 又好气又好笑 不愧是我喜欢过的人 够果断 傍晚消失一天的陈思军回来了 他做了造型 穿着高定的西服 约柳如烟去他楼下的高级餐厅吃烛光晚餐 明亮的水晶灯下 陈思军纤细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钻戟 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侧头捋了下头发惊咬一笑 柳如烟 今天的是我原谅你了 不过在我们结婚之前 你得清理掉所有关于那个男人的东西 他自信而又张扬 与期间不带商量 而是通知 甚至是命令 雨落变优雅地切着牛排 不再看柳如烟 他向来如此笃定 随意 就像他和柳如烟分分合合的五年 两人并未确定实质的关系 望着他娇金的神色 我的记忆一下子被带回了三个月前柳如烟生日那天 我把亲手材质的西装送给柳如烟 他穿上之后向所有好友们炫耀 我家远远真棒 我们的共同好友也打去 远远的手真巧 也只有柳如烟 你有这个福气穿上他亲手制作的衣服 所有人都在夸我 唯独陈思军坐在阴影中沉着一张脸 一饮而进杯中的红酒开口 柳如烟 我们结婚吧 热闹的气氛灯饰凝结 众人的目光在我们三人之间来回的军雪 陈思军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而后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道 我累了 想要一个家了 你愿意给我吗 煞时间我浑身血液凝固 僵硬地转头去看柳如烟 只见他的黑眸中一出几分难以掩饰的星系 或许我已经猜到了他的答案 但心中还是抱着侥幸 希望他能拒绝 很遗憾了 命运之神从来都不站在我这边 两人就这样准备结婚了 如今我目睹了相似的场景 心中却已经无波无澜 对陈思军口中的那个男人也不感兴趣了 柳如烟答应了 两人和好就愉快地吃完晚餐 然后相邪回了他们的婚房 门刚打开陈思军便迫不及待地攀上柳如烟 冲着柳如烟的脖子一顿糊涂的乱尾 轻咬着他的耳垂滴滴的开口 柳如烟 你说我和秦牧远的技术谁高超一点 他已经沉浸在情欲中 伸手去拽陈思军的腰带了 冷不丁地听到我的名字 兴致尽失 面无表情地推开陈思军 只身走到阳台点燃了一支香烟 香烟被他夹在指尖 一点心红在冷风中泥灭闪烁 柳如烟以着栏杆 眺望远处的高楼大厦 霓虹灯火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陈思军一向都是高傲的 他勾勾手指便有一大群女人为他赴汤刀 如今他放下身段试图取悦柳如烟 却遭了冷遇 整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了 他洗完澡出来 披着柳如烟的睡衣露出整个腹肌 他不悦地问 你听到秦牧远的名字反应这么大 不会是还在想着他吧 柳如烟熄灭灭香烟 扔进垃圾桶里烦躁的解释 我说过多少遍了 他是我哥哥 哥哥 陈思军吃笑一声 只是哥哥的话 你会允许他寸步不离地跟在你身边吗 那怎么办 秦牧远双亲亡故 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依靠 陈思军怒火不增反解 我最恨你们这种打着哥哥的名义 却干着不清不楚的勾当 秦牧远明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 他还要死缠着你不放 还不如死了算了 免得丢人现眼 听着他们的争吵我忍不住笑 陈思军还真是神钻了 我真的死了 以后不会爱任何人的眼了 反而是柳如烟似乎是听不得这种话 路道 闭嘴 陈思军更委屈了 你到现在还护着他 柳如烟 你根本不爱我 话若他摔门而去 屋内又只剩下一室寂静了 柳如烟独自地坐在客厅里抽了半星火烟 地上是数不清的烟头 看他这个样子我真怕他给抽死 一包烟见底之后 柳如烟踩着拖鞋去找烟 烟没找到反而在茶几上摸到了他的手机 屏幕亮起 通知栏那里是各种未接电话和未读邮件 从头拉到底唯独没有我的信息 柳如烟皱着没打开我的聊天框 秦牧远 你要是在那 后天我可就要和陈思军结婚了 看到他给我发去的消息 我感到无比荒唐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出现了他就会取消婚礼的吗 可我在死前明明问过他 你一定要和陈思军结婚吗 柳如烟那柳如烟 我生死的决定权就在你手中 可是你连一丝活命的机会都不肯跟 哪怕你当一辈子的广望 就算是我一辈子没有功率 我也可以活 可你结婚了 系统直接判定我任务失败 失败的人是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毫无例外的这次发出去的消息 依旧石沉大海 没有回应 砰的一声柳如烟抬手猛的一抛 手机砸在墙上瞬间四分五裂 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呀 我藏了点小心机 想和他用情侣款 碎了也好 我都死了 那和柳如烟之间的牵扯尽数的斩断才好 第二天柳如烟没有如常的去上班 询问来这里找他 小姐 你之前给秦先生订的郁金香到了 要送过去吗 送 他惜字如今 秦不远不是要和我玩装死吗 这次给他送了郁金香 我不信还会躲着不出来 柳如烟语气笃定 我听着颇觉好玩 以前的我到底有多甜 才能让柳如烟觉得送我一车花 就可以让我巴巴的跑出来 再者他忘了 我对郁金香过敏了 你真是一点都不在乎 这都能忘 秦不远呢 叫他出来 保姆眼皮微动麻木的重复 小姐 先生他已经死了 柳如烟脸色顿时冷了下去 厌恶的搭拉着嘴角道 玩笑开一次两次我尚且可以容忍 第三次就没意思了 当时柳如烟确定要和陈思君结婚 是我和他闹了很久 我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 我们的关系激进破裂 我每天都处于极度的恐惧和恐慌中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反复的问柳如烟 你真的要嫁陈思君吗 他答是 刚开始的几天 他把我当作是故意闹小脾气 次数多了他就不耐烦了 对我发出警告 秦牧远 你要是再闹下去就滚吧 我浑身发冷 身体被冷汗浸湿 系统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发出死亡预警 距离攻略柳如烟时间还剩20天 若是任务失败宿主将会被抹杀 请宿主尽快地完成任务 这大千世界我还没看过 我卑微地祈求他 如果说你结婚我就会死了 柳如烟 哪怕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可能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结婚了 这种要求在我看来都足够荒唐 柳如烟又怎么会答应呢 他直接把我拉黑了 直到陈思军点名我要当他的伴王 他才将我从黑名单中放了出来 保姆仍是那副木讷的表情 讽刺地扯了扯唇角 终于撒了谎 是 先生没死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旅游了 柳如烟听到满意的答案 脸上总算是扬起笑容汗手 你尽快地叫他回来 我允许他去参加我的婚礼了 哈哈哈哈 一旁的我听到这话时差点笑叉起 柳如烟当他的婚礼是什么 他准许我去参加我就要感激替礼 对他感恩戴德吗 你不要太搞笑了 保姆持顿地点了点头答应 我会的 我一定会带着先生一起去参加的 得了保证柳如烟愉快地走 昨天柳如烟放出气话 让保姆将我的尸体拖出去烧了 所以我想看一看 保姆究竟烧没烧 然而没等我飘进别墅 一股神秘力量强制性地拖着我 跟随柳如烟离开这里 为什么我都死了 还要将我绑定在柳如烟身上 难道我就是为他而生的吗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这一世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人生 把少年当成唯一 却和他走失在时光荣染中 我死后第三天是柳如烟的婚礼 他没有再去别墅看我 他身着华丽婚纱和白色西服的 陈思君站在一起 真真地是一对天作之和的碧人 但他却在他的婚礼上频频地走失 目光不断地望向门口的方向 和陈思君互相交换结婚戒指时套空了 戒指落到地上惹来他的不满 谁知柳如烟竟然宣布暂停婚礼 全场哗然 多日以来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 陈思君扔了戒指怒问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低声道 他还没来 谁 谁还没来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陈思君却直接猜出来了 秦牧远 你在等他 柳如烟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温声地劝慰 思君 再等等 我们的婚礼缺了秦牧远会不完整的 他的神情中带着执拗的偏执 一眼望去只觉柳如烟是个疯子 陈思君终于破防了 要和你结婚的人是我还是秦牧远了 柳如烟 你到底爱不爱我 柳如烟无视他的泼闹继续等我 就在这时询文阔步地走进来道 小姐 秦先生来了 文言柳如烟脸上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 而后染上运怒 藏了这么久他终于舍得出现了 询文的面色却极端地怪异 然而柳如烟丝毫畏味觉 他抛下发疯的新郎大步地走向酒店外 秦牧远 柳如烟面容冷峻 本于心事问罪 却在看到眼前的场景之时声音末地顿着 我也惊呆了 保姆冷声地开口 先生 我带先生来参加你的婚礼了 婚礼完了我们还要赶去火葬场 我的尸体被装在冰棺里 被人开着车送过来了 保姆 他居然带着我的尸体 出席柳如烟的婚礼 这一波操作够骚 令人永生难忘 哈哈 我仰天放肆大笑 如果我还活着 势必要给保姆点个赞了 柳如烟一腔怒气 生生地凝固在脸上 表情扭曲而又猙獰 他缓了好一阵子 才消化完保姆给出的信息 瞥了一眼停在路边的灵车 痴笑一声 作戏还做了全套啊 保姆冷道 先生就在这里 小姐你不会自己走过来看一夜吗 他的语气里 极尽嘲讽 柳如烟愣了几秒 开始提步走向灵车 可他的步伐 明显地沉重了不少 仿佛每走一步 都用光了他所有的力气 动作缓慢 几乎是挪移到了灵车旁 宾馆里静静地沉睡的我 面容算不上安详 毕竟我在死前 被活生生地抽离魂魄 受了不小的折磨 柳如烟只看了一眼 就受到了重击一般 膝盖一软重重地跪了下去 小姐 询文见状去扶她 柳如烟躲开她的手 指着宾馆 语调轻颤 询文 询文 你再看一眼 究竟是不是她 小姐 是齐先生 询文予以肯定地回答 保姆补充 小姐 先生已经死了 三天了 她猛地抬起脸 忽然感觉脸上 有冰凉的液体 伸手抹了一把 是泪 她质问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保姆面无表情道 我一直都在告诉你 是你自己觉得 先生在开玩笑 甚至都不愿意上楼去求证 柳如烟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她一直以为 这是我逼迫她取消婚礼的手段 不曾想过是真的 因为 从前我耍过离家出走 无故失联等花招 陈思军说 秦牧原有病 你明明都说了 只把她当哥哥 她还死缠烂打 她就爱用这种幼稚的手段 威胁你 柳如烟 你不要被她欺骗了 然后 她就真听了陈思军的话 再不肯相信我 小姐 我现在要送先生去火葬场了 保姆丢下这句话后 便上了驾驶座 开着灵车离去 柳如烟正了一秒 然后抓住询文的手臂起来 吩咐 开车 给我追 紧接着 他们开着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 在公路上追逐灵车 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只想说一句 柳如烟 你不要太荒谬 幸好我已经死了 不然作为被追逐的男主角 我一定会射死的 我飘到了火葬场 看着我从一个人 被烈焰焚烧 变成一堆奇形怪状 丑陋无比的骨灰 装进了漆黑狭窄的盒子里 那一刻 某种束缚住我的神秘力量消失了 我顿感灵魂变得轻盈起来 约莫 我是要离开了 工作人员捧着我骨灰盒出来时 柳如烟下意识地伸出手 却被保姆率先夺走 她说 小姐 先生不会想要和你走的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保姆 五指握紧又张开 如此几次 终究是没压住心底 排山倒海汹涌而来的崩溃和绝望 秦勿远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了 她只能跟我走 她发疯一般地过去 抢夺骨灰盒 两人争执间骨灰盒飞了出去 询问眼皮狂跳 死死地盯住骨灰盒 一跃而起 抱着骨灰盒 在地上滚了一圈 她和我同时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平安地落地 我的骨灰 没有飞洒出去 我不想自己死后 还要被人挫骨扬灰 见我完好无损 柳如烟命令询问 把远远给我 我要带她回家 回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这话在我听来 无比地讽刺 柳如烟 那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 询问犹豫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保姆 做不了主 最后是保姆道 先生说过 如果她死了 就把她的骨灰撒向大海 她不想留在这个让她痛苦的世界了 幸好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记得 我的话 这三个月来 柳如烟忙着筹备她和陈思军的婚礼 根本无心过问我的事 系统每天的任务倒计时 几乎快要将我逼疯了 到最后 我根本分不清 我执着地攻略柳如烟 究竟是因为我想要活命 还是我真的爱她 许多事情 我身不由己 在陈思军出现的那刻 一切都走向极端 很多时候 我都无法自我控制 最久的时候 我向保姆吐露心声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前一世我死得好惨好惨 被叛贼抓起来 用沾了眼水的鞭子抽打 全身皮开肉绽 他们用了无数种酷刑来对付我 死亡给我留下的阴影太大了 我的灵魂在天地间飘荡的时候 被一个叫系统的东西绑定了 他说他可以给我一次活命的机会 只要完成了任务 这一辈子 我就可以平平安安的 一直活到老了 多没有人的条件啊 所以我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 我要攻略的人是谁呢 是我上辈子死都不肯攻出口的人 柳如烟阿姨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鱼人 飘凌了半生 最后娶了你 你要为家族谋大业 而我也只不过是你的棋子罢了 我被敌人捉住虐打 致死都不曾透露你的行踪 可你前世今生都负了我 好不甘心啊 他什么时候说的 柳如烟脸色发白 急急地追问 保姆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如同诛星 就在你和陈先生出去过夜的那个晚上 先生亲口和我说的 你的婚礼 就是他的死期 下一秒 彪悍的保姆 突然变成了身材鲜弱的婉约美人 他举着一把油纸伞 看了一眼被询文抱在手中的骨灰盒 美人指向我的位置 他的声音带有蛊惑性 他说 秦牧远就站在那里 你当着他的面告诉我 你爱不爱他 柳如烟愣了一下 而后不断地点头 生怕迟了一秒 我就会看不见一般 他说 哎 我爱圆圆 我爱他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夹杂着令人窒息的绝望和伤痛 这是我苦苦追寻一生的表白 可真当我亲耳听到的时候 我却不在乎了 甚至觉得有些恶心 真的很恶心 美人微微地叹息 可惜你醒悟得太迟了 他走向柳如烟 手掌闪着蓝光 在柳如烟额前划过 他顿时临时清明 他所接收到的信息 同步在我脑海里浮现 前世的柳如烟 为家族谋夺大业 辅佐三皇子登基 嫁给了全臣的儿子 而作为他糟糠之夫的我 早就被他遗忘在了九霄云外 史书上都不曾琢磨半分 是我 是我冲天的怨气 招来了眼前这个美人 他曾提出 给我一室考验 然后赴我永生 穿梭大小世界 成为任务者 我不愿 我只想和我的夫人团聚 他低叹 若是你的夫人 是忘恩负义之人呢 我不相信 然后 我就用了万劫不负的代价 换来此生 现在的我 和童话里 为爱将鱼尾变成双腿的美人鱼 有什么区别 每一走一步 都如同行走在刀尖上 痛不欲生 零了才后悔莫及 此时此刻的我 只想回到属于我的那片大海里去 两室的记忆 疯狂地 灌入柳如烟的脑海里 信息量太大 他难以接受 痛苦地垂打着头 换我的名字 圆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前世是陈思军 他说的 你觉得我没有前途 就和其他人跑了 我以为放你自由 对你是最好的安排 我真的没想过 会是这样 都是你以为 你以为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去求证 我怒不可遏地质问他 怒气翻涌之中 竟是直接让我的魂体凝食起来 陷了心 看到我的那一刻 柳如烟喜不自胜 冲过来想要抱住我 却从我的身体里穿了过去 他望着自己空空荡荡的双手 整个人都呆愣住 每人扫了他一眼 眼中没有任何同情的成分存在 转身对我道 秦牧远 你攻略柳如烟失败了 按照我们的赌约 你将会神行俱灭 再无来生 你服不服气 我服气 我低谋 所有的结果 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柳如烟听后接连嘶吼 秦牧远 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我 我只是被蒙蔽了 被蒙蔽了而已 我以为你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 任凭他吼得再大声 都无济于事 我的魂体 才慢慢地变得透明 最后彻底地消失 每人拿过我的骨灰盒 也消失了 柳如烟整个人崩溃地 瘫坐在地 双眼无神 空洞麻木 只是他的嘴里 不断地喃喃着 秦牧远 我是真的爱你 我爱你 询问看不下去了 去拽他 小姐 别再吼了 齐先生听不见了 刚才的那一幕 着实把他震惊到了 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他也觉得 柳如烟落得如今下场 实属活该 甚至心中还有点窃喜 只是碍于柳如烟 是他的老板 他被炒鱿鱼 才敢怒不敢言罢了 每人把我带到了 一个虚拟空间里 面前是一块 巨大的透明屏幕 上面出现了 火葬场里的场景 柳如烟疯了 他不肯接受 我死去的事实 跑进去逼迫工作人员 把他也给烧了 远远要去大海 那我就和他一起去 工作人员们 都以一种惊恐的眼神 盯着他 拨打了报警电话 柳如烟被鉴定为精神异常 给拉去了精神病院 他在精神病院中 特立独行 每天都拿刀捅自己 一刀一刀地捅进身体里 下手毫不手软 明明血流淌了一地 可最后都死不了 每天醒来 伤口全部愈合 他痴痴地笑着 远远 你究竟有多恨我啊 连让我死都不肯 我看到这般凤膜的他 骇然大惊 问张远 他会变成神经病吗 不会 张远说 他是这个世界 唯一的气韵之子 天倒不会让他死的 他只会清醒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承受反噬之痛 陈思军听说了他的事 将他从精神病院里 保了出来 然后带回家 看到如此消极带工的柳如烟 他怒气不争 斥责 不就是一个勤募远吗 死了就死了 柳如烟 你难道要为了一个死人 弃你的公私于不顾吗 你知不知道 你一天不上班 有多少人会面临失业 这一番话 真真地是大意凛然 像极了前世 初问我生死不明的消息 柳如烟要生要死的时候 他编造出 我和其他女人跑了的谎言 柳如烟在颓废三天之后 终于振作起来 一举住三皇子登基 如今 顾景重现 柳如烟眼神中 蹦射出强烈的恨意 举起刀子 趁着陈思军没有防备 一刀狠狠地捅了下去 陈思军还想对他进行思想教育 猝不及防地被要了命 恐怕他到死都想不通 自己是怎么死的吧 真是荒诞离奇之解 我收回视线 不想再看着糟心的一幕 张元懂我的意思 抬手关掉了屏幕 他说 与其为爱恨臣服 不如去做点有意义的事 秦穆远 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多像你一样的男人 深陷泥沼 你去救救他们吧 救他们 我连我自己都救不了 张远唇侧含笑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好 那就试试 我自己无法脱困 那也要努力地成为别人的救赎啊 柳如烟杀人了 却因患有精神病 无法判刑 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他拿着仅有的 一张关于我的照片 无数次地呢喃着 圆圆 圆圆 他说 他是爱我的 只是被蒙蔽了心而已 可惜 一切都是借口罢了 如果你对我的爱够坚定 又怎么会到死才会醒悟呢 柳如烟 我们永生永世都不要见面了